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这是中俄领导人继五月中旬在北京会面后再度聚首 不但含养中俄关系的独特价值,发展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为维护两国正当权益,换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做出努力 中俄领导人再度会晤 被某些西方媒体曲解为是针对美西方的敌意展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为4日接受香港中通社访问时称 中俄领导人会面明确表示中国不针对第三方维护联合国宪章,支持国际多边秩序 第一个,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终止原则的 中国一直坚持,又不够针对了多边职业,还是联合国的一个核心的 而不是西方搞那个基于规则的固定社区 动作,把联合国好用力又不用了 就是弃勇生的是搞一个方规来取代联合国的 所以美国以来制裁俄罗斯,把俄罗斯提出的系统 这次都是破坏了它诚信 第二个,全球南方要团结 现在美国,西方是使印度作为全球南方领袖来取代中国的地位 可能对外团列动摇竞争机制,破坏上额团结 所以中国联合制裁全球南方,这个也是很重要 这样与利益维护上额竞争机制的团结 国际关系民主化 第三个就是新型国际关系 不接盟,不对抗,不正确第三创 不接盟,就不是西方的一种拉包减排 不对抗,不仅是相互之间不对抗 而且合作关系 走进,不是为了寻求这些谁对抗 所以俄罗斯现在进度重复了 我觉得非常有用 因为以前他们老吵作了中国什么无上限 实际上的这种语言表达 也是一种对西方的威慑 但不是说没有底线,没有原则 所以我觉得现在党用力的不断地重申 中国这个第三方不接盟 也不会第三方所宣布 我觉得非常隐蔽 中国频繁地会晤 实际上也就是 当时在推行新国际关系 不面对各种上的压力 要厘清楚了 很多一些对中国关系的一些误解 生活中美国是个内在动力 而不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西方老师说 中国靠背靠背 是为了共同反对西方 不是这么简单 是支持联合国体系 真正的国际作品自取的 内在动力 包括地方合作也好 经贸合作也好 不不信 对吧 作为最大的邻居 本身对他反发的关系 感谢您的高级 感谢您的高级